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制作 千学 第九百六十七集 九儿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 赵玉生快速靠近 却不想 他看见对岸的女子 正坐在一匹白色马儿背上 追悦 全身湿漉漉的凤九儿 抚摸着马儿的踪毛 一脸激动 没想到你还在 我还以为上回一别 我俩这辈子都不会再相见了 追悦 我想死你了 你知道吗 话语刚落 凤九儿甚至趴在马背上 与他的坐骑紧紧地贴在一块 赵玉生几步跨过了小河 来到了凤九儿身旁 看着衣裳紧贴他瘦小的身子 他立即脱掉衣袍 披在他身上 赵玉生看着白色的汗血宝马 视线落在凤九儿身上 有几分疲惫的凤九儿 趴在马背上 有些不愿意起来了 他是我的坐骑 名叫追悦 没想到 他找过来了 追悦不知道 是不是也听懂了凤九儿的话 思思直叫 像似在回应凤九儿的话 哦 原来如此 不管如何 现在天气这么冷 我还是带你回去再说吧 说话的同时 赵玉生牵着马绳 往河面比较窄的地方而去 这一晚 凤九儿和小樱桃的小帐篷里 第二天一早 通讯鸟早早在外 唱着月儿的歌 凤九儿骑着追悦 带领大家 继续往前赶路 进入了这个山贼当道的黑峡谷 还好有赵玉生带路 要不然哪怕是第二次来 凤九儿觉得 自己也会迷路 通讯鸟进来之后 偶尔会失去踪影 但赵玉生还是能很快找到他 连续赶了两天的路 在一处山腰上 众人停下脚步 看着前方 九儿 看起来通讯鸟走的是回赵家寨的路 也不知道剑衣会不会在那里 你的人 有消息了没有 凤九儿收回视线 侧头看了一眼 前日收到信件到现在 还没有新的消息传来 赵玉生浅叹了一口气 抱歉 九儿 自从我带着兄弟们离开之后 我爹收回了我手中所有的权限 现在债中 还敢为我做事的人不多了 无妨 凤九儿汗手回头看了一眼 大家就地休息 半个时辰之后出发 好 几个兄弟一口同声地回应着 半个时辰之后继续赶路 却不想刚入夜 他们在一处山溅中被围困了 赵玉生和几名兄弟前后左右 将凤九儿和小樱桃护在中间 是何人 出来 赵玉生看着一处 沉声说道 臭小子 终于愿意回来了吗 一阵低沉的声音 几乎响遍了整个山溅 一瞬间 四处窜出来的兄弟 团团将凤九儿等人围住 四周看了一眼 凤九儿不由地惊呆 赵玉传人 究竟有多少人 当时赵玉生带出来的 这么多的兄弟 凤九儿以为 里面剩下的兄弟已经不多 没想到一下子 出现了这么多的人 难怪木木说 他们的人数不可计量 看着这么多的兄弟 凤九儿的心里很是澎湃 唯独没有半点畏惧 大哥 你终于回来了 赵小小在人群中出来 驾着马 往赵玉生而去 小心 赵玉生轻声唤了声 大小姐 几个兄弟同时回头 看着赵小姐 视线落在不远处的老当家身上 兄弟都不自觉地低垂头颅 哪怕是赵玉生的人 大家对老当家也很是尊重 此次瞒着老当家离开 兄弟们心里还是有几分不自在 大哥 你知不知道 你一走了之之后 娘病了多久啊 不过现在好了 她已经好起来了 要不然 我真的打算出去找你了 看着赵玉生 赵小小一脸抱怨 但她眼底的那份思念 还是藏不住 娘亲 现在如何 这些日子 赵玉生最放不下之人 便是她的娘亲 但为了心中的理想 她还是选择离开了 还好了 现在情况都稳定下来了 该不会有什么事了 说这话的同时 赵小小瞄了凤九儿一眼 大哥 你是为了嫂子 带着兄弟离开的吗 对于凤九儿 赵小小了解的不多 但也知道 她并非愿意 嫁给她的大哥 小小 别胡说 九儿是我们的将军 赵玉生 轻声解释道 将军 大哥 你带着兄弟们 去投靠别人了吗 什么将军啊 我怎么没听说过 九儿是战神 九王爷的人 此次 我带着兄弟们出去 事实上 是投靠了九王爷 赵玉生 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赵青山 混账 赵青山 醋了醋眉 冷冷一哼 我们赵玉人 需要投靠别人 凤凰城 鸭木城 都打响了战役 赵青山 不是不知道 自己的儿子离开 大概 也是因为这些战役 但为了族人的安全 他不能贸贸然 离开去寻人 爹 九王爷是什么人 你不比我清楚 为何 混账 赵玉生的话 还没说完 被赵青山 冷声打断 没有什么 为何 我们家在这儿 你哪儿都不需要去 爹 赵玉生 沉声唤道 九王爷 他是好人 这些事情 都已经发生了 那么久了 你为何还要 耿耿于怀 混账 赵青山一挥手 转身离开 给我 将这个不孝子 带回去 是 兄弟们 一口同声 汗手道 看着兄弟 向自己逼近 赵玉生 紧握了握拳 深吸了一口气 爹 九王爷是好人 我们不需要 再当贼寇 爹 兄弟们有自己的理想 只不愿意 一辈子握在山里啊 爹 不管赵玉生 怎么喊 赵青山 还是离开了 听见赵玉生的话 靠近的兄弟 不由地 顿了顿脚步 赵玉生 说出了很多兄弟 这些年 不敢说的事 出去 哪怕是战死 也曾经拼命了 一辈子窝在山里 只求一日三餐 这样的日子 并不是大多数兄弟 想要的 可是 被灭族的事情 根深蒂固 谁也不敢 随意冒险 少当家 跟我们回去再说吧 风长老 看了赵玉生一眼 摇摇头 驾着马转身 带少当家一众 回站 不得又误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刽